李克强之史有多种说法 一是心脏病突发 高广俊女士就提出了十大疑点 当然中共不可能给予回答 二是被谋杀 这是主流的观点 有趣的是我一个国内的教授朋友电话 说国内的老百姓大多认为是被习近平暗杀的 但问题是我们也没办法找到证据 当然他也不可能给证据理 就是三年大饥荒到底死了多少人 六十大屠杀又死了多少人 至今数据沉迷 三是别去抑郁而亡 李克强执政十年被习近平打压 成为最弱势的总理 长期心里抑郁 去年八月 李克强到深圳 喊出来坚持改革开放 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今年人大会后 他在告别国务院时 又在说能在做天在看 现在回想习下礼上的这个传言 你别说还真有点抑郁 就是有点回顾的问题 意味 礼上了天堂 习将下地狱 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李克强是被暗杀的呢 一是塔西托县级 现在据说看新闻联播的人只有百分之几 不像过去 那到了晚上七点 大家都来等着看 新闻联播 你中央说什么 由于你干的缺德事太多了 严重违背了 诚信 老百姓不相信你 并且不仅是不相信 你就是做好事 大家也往反的方向去想 这就是塔西托县级 共产国家呢 其实就是共产国家呀 在历史上暗杀 屡见不鲜 最突出的就是俄罗斯 在斯大林时期 俄罗斯进行了大清洗 很多官员都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但最终都突然消失了 在中国的共产党的历史上 这种暗杀的事件 也是很多的 比如说周恩来就曾经对顾顺章 一家进行了谋杀 毛泽东啊 也干过这样的黑市 现在习近平跟普京 是执行朋友 他从普京那里 学到的可能 就是这一招 其次呢 关于李克强的评价 也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认为呢 是自由主义者 这一个大多是李克强的同学 即使现在到海外来 如王君涛啊 李少民啊 胡平先生啊 等等 他们都认为 李克强是想取献救国 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另一种观点呢 认为是一丘之鹤 如 维吾尔族啊 伊利夏提先生 就认为 李克强在 种族灭绝的问题上 跟习近平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他是最大的帮凶 还有人认为呢 那共产党你哪有什么好东西呢 啊 都是要黑一起黑 一个大篮杠 你就是白布 扔进去 也变成了黑色 第三种看法呢 李克强是这个大篮杠里啊 一股清流 因为他毕竟说了一些跟人民啊 比较贴心的话 说了一些实话 比如说他不提这个封城清零 也说了这个中国有六亿人 月收入只有一千元 并且喊出黄河长江不会倒流 改革开放啊 不会终止这样的话 老百姓听着呀 觉得舒坦 啊 所以有这三种不同的看法 但根本来说呢 就是站在不同的视角 有不同的观点 得出不同的结论 其实很正常 李克强的悲剧啊 其实是中国一个时代的悲剧 他的身上都有你和我的影子 自由亚洲专栏作家高新先生 就李克强之时提出了新的观点 他认为李克强啊 是因为学识和才能远超过习近平 以致被习嫉妒而上身 高新先生就指出 李克强去世后呢 被习当局强烈压制的民间悼恋之声啊 此起彼伏 可以说到现在都没有消解 生前无论啊 说的是李克强 无论是基础学历 还是博士学位 无论是英语能力 还是经济理论水平 都货真价值 这就麻烦了 因为这习跟他呀 刚刚形成了一个对比 这个就就很麻烦啊 这叫做学高正主 新华社啊 刊登 攻坚克兰 以名为本 沉痛悼恋 国务院原总理 李克强同志的文章 刚刚刊登了几个小时 这篇文章就被紧急删除 该文的手段呢 就说 从中国农村最基层 到中国著名高校北京大学 从共青潭中央 到啊 从主政全国人口最多的 农业大省荷兰 到共和国长子工业大省辽宁 从法学学士到经济学博士 十年艳缘的啊 这种静润啊 静润啊 使他形成了强烈的家国情怀 也滋养了他深厚的能文底蕴和开阔的国际视野 如此评价李克强 那你不得当今胜上 那习近平才怪了 不说别的 仅仅就是从法学学士到经济学博士 十年艳缘的静润 啊 这就让助水博士习近平 情何以堪 那么高兴先生呢 就分析了 李克强生前是怎样学高正主的 习近平于2007年10月 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 与李克强一同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 其官方的简历啊 学历部分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 大学普通班毕业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再次研究生法学博士 从那以后啊 习近平的法学博士学位就开始引起了外界的强烈好奇 而中国民间呢 也一直对习近平这个贾博士学历啊 议论纷纷 用当时英国 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的话说 习近平在丹任福建省长期间 考步托产学习 拿到了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因此自从他还是国家副主席的时候 人们就开始质疑他的学历造假和论文造假 如此同时啊 中国大陆境内也有人开始不点名质疑习近平的博士学历之委 2009年3月 也就是习近平进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后的一年多 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纪宝成就直言 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不在高校 在哪里呢 在官场 而这位纪宝成啊 当时的这方话啊 是习近平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的啊 浙江杭州讲出的啊 是在这个地方讲出的 当地的地方官媒 前江晚报 斗胆就报道了纪宝成的原话 并配发评论说 在当下的官场中 有相当数量的官员 通过全力的通知 华钱买来义智博士文凭 以装点门面 不劳而获 无名 有名无实 这才是纪宝成最担忧的地方 那么习近平是否属于 不学无术的注水博士呢 就像中国农贸市场上 经常出现 坑蓬拐灭消费者的注水珠 和注水流露一样了 有意思吧 事实上啊 担任福建省长的同时 号称在清华大学读博期间 习近平从来没有踏进过 清华大学校园 也没有进行过学习 他的全部授业过程 就是靠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 给他寄了几盘 授课的录音带 你想他也不一定听得懂啊 习近平的那篇所谓的论文 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 从标题到内容 仍然都与法学没有半点毛 一个毛关系 用英国记者的话说 仅仅从学术角度讲 习近平那长达161页 博士论文不但漏洞百出 而且缺乏原始的调连结果 论文很可能是综合一些 中共官方的调查报告 和一些外国研究成果之后 有一组专能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词汇 汇合而成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如今习近平身边 没了英文翻译 这是在金庄五国会议上 习近平进入会场 但他的英文翻译更慢了一点 结果被人家的保镖 给硬生生的拦下了 习近平就紧张 呆落目击不知所措 成为世界笑柄 你要是会英文 那就没什么问题 这就让高兴先生不由想起 习近平二十多年前 博士论文中 居然还著名参阅了 二十六本英文书记 十八届一中群回闭幕后 官方公布的李克强的简历为 北京大学法律系和经济学院 经济学专专业毕业 再次研究生学历 法学学士和经济学博士 李克强的求学经历 不但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还有此前的北京大学法律系 而更重要的是 李克强在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历 是恢复高考课 全日制正规学历 所以他才特别著名 在经济学博士之前 著名法学学士学学 他的导师 这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已经开始写了一些回忆文章 包括中国民主 纪刊的主编王天成先生 写了李克强的彻影 这篇短短的文章居然有 其实到现在可能有80万的阅读 非常的火爆 原因很简单 就是写了李克强 当时他所建的这个真实的形象 李克强的老师 龚祥瑞先生 就是非常的一个法学大家 宪法行政法学的大师级人物 所以特别喜欢了李克强 他的经济学导师李宜林 这是大家语文目睹的 他对李克强也特别的看重 但是习近平是工农兵学员 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日后被中共当局以大学普通班毕业的名义 就是为了区别啊 1978年春季之后才入学的七七级 以其后届历届通过高考择游录取 毕业后啊 即获得学士学位的正规大学本科毕业生 由此可见 此博士不同于彼博士 或者说李博士不同于习博士 自从李克强担任习近平副手开始 他的真才实学就令老习啊 非常的嫉妒 哎呀 这很难 是吧 你看 两人放在一起 自然人家要看你的简历 这两者一看 你凭什么他当副手啊 他应该是一把手啊 这个就麻烦了 即使你把李克强的名字变成李克吉 也没有办法改变学历 但问题是李克强死了 他的死还跟习近平的嫉妒 有莫大的关系 这是高兴先生文章介绍的内容 那么习近平 李克强死了 习近平就天下大吉了吗 时评人士王有群先生认为 非也非也 所以说李克强的离去 习的日子啊 不可能变得轻松 相反了 作为中共内政外交 所有问题的焦点 习成了众食之地啊 他处处设防 但又防不胜防 说起来啊 习至少有五大挑战 网友群先生呢 是这样说的啊 第一呢 是来自曾庆红的冷戒 中共二十大前 中共高层反习势力的总代表 就是曾庆红 曾习之间 成斗的不可开交 甚至带有血腥味 啊这个啊 中纪委曾经就发了一篇文章 就说啊 在中共没有铁帽装 指的就是曾庆红 二十大后呢 曾习之间的斗争啊 也没有消停 虽然曾庆红是带头大 带头大哥啊 前江泽民已经死去了 但他的势力呢 啊 在习十年高压反腐中 被重创 甚至连他的子女啊 曾宝宝的花样年公司 也被习整到了至暗时刻 但曾庆红不甘失败 只要习有控制可专 他就会无孔不露 不择手段 与习斗下去 这是中共的斗争哲学 斗争的历史 利益之争注定的 曾庆红这面反习的旗子不倒 习一天的好日子就没得过 有观众朋友说 老张啊 你这嘴一说 这曾庆红可就是李克强的下一个 那我们没有办法预测 第二改革开放的压力 习近平呢 虽然口头上说 坚持改革开放 但实际上啊 改革开放 早已是昨日黄花呀 已经终结了 在李克强的复告中 同篇就没有提到改革开放 但是你不提 不意味着社会 或者说老百姓就认同啊 老百姓的改革开放 仍然啊 是有强烈的愿望 11月6日财新周刊发表社论 全文1851字 文章对当局敏感的李克强的言论引用啊 也毫不避讳 并且用词考究 立场鲜明 财新周刊 社论开篇就说 回首中共18届 三中全会召开10年 改革开放 才是信心的终极来源 这句话呀 实际上间接就否定了 习近平当局目前的方针政策 尽管中国的改革走进了死胡同 但是老百姓呢 还是愿意呀 不折腾 闷声发大财 中共体制内的改革开放派呀 仍然念念不忘改革开放 啊 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呢 一些人仍然寄希望于改革开放 海外与中共权贵 以行闷声发大财的政商名人 还在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唱战歌 啊 所以在这群人中啊 虽然他们还有梦想 但是李克强的死 确实让他们梦碎了 所以啊 改革开放仍然是一面棋制 第三 习家军的内斗 啊 有人说了 二十大团派团灭 中国啊 从此没有中共就没有了派系 只有习家军一家独大 啊 当时高文谦先生啊 历史学家写了晚年周恩来的啊 他就说了 这个习家军一家独大没问题呀 他马上就会分化瓦解 为不同的山头 你说啊 确实猜 这个预测很准啊 习家军的内斗一风火点了 最突出的大家都知道啊 秦刚下台了啊 李尚福也下去了啊 亲自提拔的啊 习亲自提拔的火箭军的司令 李玉超正为徐中波也下台了啊 提拔的军委装备发展部一批高官都下去了 所以说啊 你看他这眼神啊 看人自以为自己火眼金金 事实上呢 这个内斗已经形成 目前特别是党内的二把手 李强与习实际上的二把手 蔡奇之间已经展开了明争暗斗 啊 第四是中纪委国家监察委与外交部内斗要拉开了架势 2023年习近平重用啊 这个秦刚啊 秦刚的仅仅啊 啊 只六个月就被免职了啊 上任七个月了就被免除了国家国务委员的职 秦刚啊 是在外交部查办的第一支劳股 随着秦刚的倒台啊 啊 中共外交部的问题啊 就露出了冰山一角 所以说呢 习也通过中纪委国家监委 对外交官员进行清洗 第五 习的健康啊 啊 成了一个大的问题 或者说一个啊 大的风险 何以见得呢 今年八月赴南非参加金庄会下飞机时啊 他从登基门出来向底下媒体和官员挥手制议啊 但是呢 相比其他国家领导人 中央视的报道就少了他下楼梯的尽头 习与南非总统会谈时面露疲惫的审态 并且他不断的眨眼睛啊 8月22日他又意外缺席金庄国家领导人全体出席的工商论团会议 该由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带习上台链发言稿 习的健康问题啊 再次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当时啊就有评论说 这习近平的身体可能是出了问题 也后啊也有传言说 这老习啊啊之所以要干掉李克强 是因为自己得了老刘命已不久 所以他不愿意呢 他去世后啊李克强又重新出山 啊最终呢 让自己这一帮习家军全军覆灭 啊当然这只是传言和分析 你说说这老习啊 得共死十年的李克强 下次毒手 其实又何必了 可谓损能不利己 李克强走了 你的日子好过吗 啊网友群先生就说了 这五大啊头疼的事 接踵而来 极权制度啊 他就是将人变成野兽 只有民主国家将野兽又还原成能 所以中国还是得走限制民主之路 但这个话习又如何听得进来呢 是吧只能说啊 好言难却要死的鬼呀 你想让习走正道 除非三五零天地和 蚂蚁不上树老鹰不咬雀 豆腐啊 炸鞭 铁 秤 鎚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